我們在簡報11頁呢 我們先看看 因為其實做環境的偵測 光線也是蠻重要的一畫 那所以我們 Smart上面呢 其實它本身就有這個 來看一下在這裡 就是它的右上角這個 就是我們的光綿電阻 光綿電阻 那當然它內建左邊這個就是三色L1燈 還有下面一個小小按鈕 下面還有一個小小按鈕 OK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一個就是類比角位 這個也是目前開發板上唯一的類比角位 就是在這邊 因為它已經 放在板子上 所以它其實是共用的 角位是A0 但是呢 在板子上 你所看到的 它叫做AD 所以待會呢 如果我們 要設定積木的時候 我們積木你要用A0這個角位 這樣就可以 好 那它本身就是真正屬於我們剛剛講的PY那種類比訊號 好 類比訊號 那 我們光綿電阻它這邊偵測到的數值 其實是 0到1之間 跟我們一般那個 比如說 亮度 很多是用流敏 不一樣 我們比如說那個投影機啊 就是用流敏 那像我們家這個 銀水機 就是有加上 光明電阻 所以 這樣子就叫做 省電齊機 因為光線比較暗的時候 比如說晚上 讓它那個加熱 它就不用加那麼多吧 因為其實像我們校園裡面 其實大家也知道 除了冷氣電腦 最耗電的就是那個 銀水機 因為你要24小時運轉嘛 那所以說其實在 比較 沒有人使用的狀態下 事實上不需要維持那麼高的一個 熱度 好 所以 這樣瞭解了之後呢 就可以先測試看看喔 那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再接上去 沒關係 寂寞開發板拿出來 丟出來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 開發板 那老師的這個 號碼 您記得 如果待我們接電的時候 建議你在閃電這邊 先打進去 確認一下有沒有變 綠色 好 如果它是紅色的 表示你的開發板還沒有接到網路上 老師 這樣我這邊我已經變成綠色的有沒有 那這樣我再打進去 好 記得有分大消息 在這裡 有沒有 變成綠色的 那麼 再來 就要看一下 我們的光明喔 光明的話是屬於什麼 環境偵測的 所以它這邊就放在環境偵測裡面 有一個光明可變電 這個地方 好 一樣 我們WebDuel它基本上所有積木 任何元件 第一個 通常都是什麼 都是設定角位 就把它丟出來 那我們剛剛有跟老師提醒一下 它雖然板子上降低 但是腳位的部分是要用A0 所以這個 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樣設對了之後 我們的硬體 積木就已經 設定完成了 就兩個 那我們就可以來偵測 不過呢在偵測之前 因為 它要有地方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老師呢 您在右上角這個騷杯 要麻煩您打開一下 右上角 這樣才有地方把那個訊息顯示出來 那我們就用預設的這個 顯示文字就可以 互動方式 好 燒杯打開了 我們來看一下 環境偵測這邊 剛剛的這裡 是不是就有一個開始偵測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好拿出來之後 他開始偵測了 那我要把顯示在右手邊 所以您找看看 我們因為有把燒杯打開 用了這個 互動方式 所以左下 就會有相對應的積木跑出來 有沒有 所以老師如果燒杯沒開 或者互動方式不一樣 這裡顯示的 就會不一樣喔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忘記了 那我就按一個顯示 好顯示什麼呢 當然就是我們偵測到的數值 所以您看這裡 一樣回到環境偵測這邊 有沒有 顯示的數值 丟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先盤盤看看 看看這樣子他能不能抓到 有沒有 老師有看到我現在這個數值 如果我手在這邊把它遮住 現在遮住了 房間就比較弱 放開 對不對 那老師有沒有想過 他多久偵測一次 這個 你看他數字一直在跑 多久偵測一次 這個偵測的 頻率跟哪裡有關係 在這裡 這個是平常大家比較少會注意到 類比取樣 也就開發版上面有個類比取樣 那他是毫秒 所以他等於是 1000 等於 1000毫秒的1秒 所以 0.05秒就偵測一次 那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快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速度降低 他比如說 0.5秒偵測一次 或1秒鐘偵測一次 都可以 也就是 他的頻率是由我們開發板上的記錄來控制 他並不是說在這個 原本的光明電阻裡面直接控制 我要什麼 去那個 取得 所以那個頻率你要從類比取樣 好 這樣老師OK嗎 有沒有光明電阻不正常的 沒有 超過1喔 有的時候會超過一點點 就是小數點 後面超過一點點 那有可能 但是以我們現在這裡的光度應該不會到一樣 你的有到一樣 你那邊那麼亮 如果我們 坐在這裡比較沒那麼亮的手機拿出來 對不對 手電筒照下去一定會變一 好 那這個數值當然我們希望它好看一點 對不對 所以就跟我們溫度濕度一樣 可不可以把它轉換 變成 0到100之間 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轉換的話 你就可以找到這裡 進階功能 在進階功能 你會發現有一個數值轉換的機能 進階功能 按下去 按下去 好有沒有看到45度跟尺度轉換 尺度轉換 我們上次好像沒有用到這個 我們先看看那個45度 45度 其實原本數學式裡面也有一個45度 你看那個基本功能數學式 就是這裡有沒有試色度 好 那 舊的 體驗版那邊跟模擬器 他們是沒有小數點 也就是他只能到整數 不過看起來 現在 他有修正了 就數學式這邊 現在有修正 所以你用這個 或者是這邊的進階功能 這兩個現在都可以 好 那但是尺度轉換就只有進階功能 所以我可以先這樣子 你看 也就是說我現在呢抓到了數值 他原本是0到1之間嘛 那我可以 抓兩位數 進來 等於0.10 好那我待會再把它變成0到100 這樣就會變 就OK 或者你要抓三位數那也可以 那就多一個點 好 然後我再加上一個尺度轉換 那尺度轉換就跟我們一般看地圖那個 比例史一史一樣 原始是0到1 然後轉換都變成0到100 我就把它拉進來插在它前面 這樣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呢 我們再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這個數值 是不是就在連到100之間跑出來 所以像這樣子我們在使用上 就是呈現的部分 會覺得比較 容易越 現在大家的這個 偵測都沒有問題了 那可不可以搭配邏輯判斷 可以 對不對 如果數值多大 比如說我就把燈關掉 表示夠亮的 那如果數值 比較低表示 現在比較暗 那我就可以把燈打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邏輯的概念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當然你看我們簡報的第14頁那 可不可以透過 協同控制 如果你不用MQTT的時候可不可以透過協同控制 協同控制要做什麼 不同開發板之間可不可以 串連起來 可以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我一個 板子用來偵測 然後另外一個板子放比較遠 或者像我們上次 用MQTT的 一個在法國 一個在台灣 是我就可以兩個做互相控制 反正都透過網際網路嘛 對不對 所以第14頁那邊是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 開發板 我們把它串接在一起 讓它 共享這個數值 其實這裡的 串連 實際上就是用MQTT 好就是我們今天會講到MQTT 意思是一樣 只是在機幕上面的話 它的限制比較多一點 好那如果我們是用 直接存取它的這個 那個MQTT的頻道 你今天不管是手機 不管是 Arduino的設備還是其他的 通通都可以 好這樣沒問題了吧 所以我們把光影電子 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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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